可以什么人都约倒了 南韩首尔街道上 人多道排出人墙 民众合力抬着伤患 一个接着一个 全力奔跑到空旷处急救 一旁民众惊恐不已欢乐的 万圣节怎么才一转眼 宛如人间恋雨 其实就是后面的人往前走 就是一个半推式的 就是往前再移动 就是很可怕 就是有点惊魂未定 没想到刚才在那边而已 就是突然间发生死亡案件 定居韩国的台湾人 在活动现场募集一切 回想起这起意外 还是余悸有存 用前胸贴后背 已经不足以形容 当时拥挤的程度 因为人潮密集到吸不到空气 完全陷入窒息的恐惧 后面的人会不知道 所以就继续推 然后因为他们已经是完全 看不到前面的路 所以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路上非常的吵 有人跌倒或什么 就是任何的话 已经也都听不清楚 一瞬间大规模踩踏事件 就此发生 截至10月30日下午 已经造成153人死亡 103人受伤 而当时在现场的台湾人 还有这位女模特安琪 她在事发前临时离开 才因此躲过一劫 但是回想起来 当时的恐惧 还是让她语带哽咽 你真的会觉得 你在灾难片的现场 三四十个人被衣服发光 然后要赶快 让他们可以呼吸 然后赶快做细皮 参与这场活动的台湾人 还有前鸿海发言人 刘冠英 事后惊魂未定的发文 回想起当时人越来越多 无法回头 甚至有时候还被挤到双脚离地 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跌倒 就担心会一跌不起 甚至刘冠英还说一度以为 自己也要被免弊 锦销的鸣笛声和音乐交织 离太远的万圣节 简直就像一场噩梦 原本开心欢信 最后却带走百条性命 记者余盛行 翁佳宇采访报道 并开启小铃铛哦